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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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 丰满水电站是我国较早建成的大型水电站 素有中国水电之母的美誉 而丰满大坝也曾经是当时的亚洲第一高坝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那昨天上午吉林丰满大坝在历经了近80年的风雨之后 首次实施爆破 可以说这次爆破是备受关注的 我们的记者已经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瞬间 我身后就是吉林市的丰满大坝 那今天呢服役了近80年的丰满水电站原大坝 将光荣的退役 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0点58分呢 国网新元丰满大坝工程重建局呢 将对它实施正式爆破部分拆除 那现在呢 正在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 丰满大坝原坝1080米长 最大坝高92.7米 分为60个坝段 此次爆破的是位于大坝中间部位的第32坝段 全长18米 宽度为13.5米 高度为4.2米 预计爆破时间只有一秒钟 把旧坝目标坝体爆破松动 然后利用机械进行清理 老坝拆除呢 要做好几个方面防护 一个就是它的飞时 再一个呢 就是爆破的时候它会产生震动 要减小这个震动对新坝的这个影响 虽然我们这次总要量是508公斤 但是采用毫秒延期雷管 毫秒微差爆破技术 来控制每次单响要量 我们这次的单响要量是27公斤 这样就跟放鞭炮一样 丰满旧坝的拆除是世界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大坝的爆破拆除工作 大坝不同于一般的建筑 体型大 结构复杂 为此丰满大坝重建工程局 也是多次组织专家对老坝拆除工作进行论证 最终制定了今天的拆除工作方案 即采取分台阶 分层次松动爆破的方式来实施 与此同时 为了保障安全 相关部门也是制定了周密的安全保障措施 随着现场三声警报声响起 上午10点58分 爆破工作正式开始 爆破声响的同时 被誉为中国水电之母的丰满水电站的丰满大坝第32坝段轰然倒塌 很多吉林市民也特意赶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我就觉得我是来见证历史 都是吉林市的老人 老住户 对丰满大坝都特别有感情 这个大坝丰满水电站给我们带的乐趣很多 听说这个大坝爆破到明年4月份 我今天可能要去南方 明年4月份回来可能大坝就不带了 我们可以来看看 那么这次爆破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呢 爆破工作结束后 我们也第一时间采访了现场的工程技术人员 这次爆破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这次爆破 我们是根据设计的多项技术要求 我们通过精心的这个分析 今天呢 圆满的这个爆破成功 给我们后续的这个整个老爸拆除的爆破 这个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 奠定了坚实的一个基础 旧霸爆破拆除 新霸呼之欲出 那大家看到呢 在这个旧霸原址的不远处呢 就有一座新霸已经建成 目前呢 施工已经接近了尾声 新建电站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48万千瓦 发电能力比原来呢 提高近50% 而且设置了鱼道及生鱼机 能够保证新的丰满大坝建成之后 恢复原松花江流域80年前的生态情况 美丽的松花江将见证当代一流的 智能化全新丰满水电站的诞生 那届时呢 我们也将共同见证 松花江上一指双坝的右翼景观 守王都市 徐莹 许振 张阳 吉利市报道 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情呢 也是备受关注 前两天呢 在榆树市发生了一场车祸 车上三个大人都不幸遇难 只有一个男孩幸存 当天晚上 很多人的朋友圈呢 都被寻找男孩家属的消息刷屏了 那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孩子的亲属呢 很快就被找到了 受伤男孩呢 也被送到了极大二院进行救治 那昨天我们的记者呢 也到医院探望了受伤男孩 视频发生在12月10日晚上 榆树市发生了一场车祸 当晚中围群众拍下视频 帮助受伤男孩寻找家人 据了解引发交通事故的原因为操作不当 导致车撞到了路边的大树 事故中男孩的父母和男孩的姨父全部遇难 两天后 记者在长春市吉他二院的小儿外科 见到了视频中的男孩 也就是这起事故的唯一幸存者 他们从宫棚子去渔树 去看孩子他老了 孩子他老了也有病了 可能是四点左右这种处的事吧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六点多钟了 就剩两个孩子了 都未成年 还有个姐姐 姐姐十六 孩子 小孩子上幼儿园 在病房内记者看到视频中的男孩 此时正躺在病床上输液 男孩名叫小豪 今年只有六岁 还没有上小学 随后针对小豪的病情 记者也咨询了孩子的主治医师 孩子主要是有一个腹腔内出血 肝错裂伤 轻度的肺错伤 再有就是说头面部软阻值损伤 虽然孩子目前看来病情是趋向平稳了 但是在几天之内还有可能再度出现危险 医生表示 虽然孩子目前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因为腹腔内出血 所以孩子还需要留院继续观察 孩子的姑姑告诉记者 家里还有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姐姐 事情发生后 还未成年的姐姐不得不担起了家里的重任 一直在医院照顾弟弟 姑姑说直到现在 大家都没有告诉孩子真相 她有时候就在那醒的时候 我们一说 她自己就躺着块儿 躺着眼泪 昨天早上 问她姐姐 妈妈是不是已经婚长春了 现在我们都没告诉她 我就告诉她 她妈妈会长春打工 而对于小豪这个年仅六岁的男孩 我们无法想象未来与姐姐相依为命的日子将如何度过 我们只希望看到节目的好心人能够献出一份爱心 让这个曾经开朗的男孩能够继续笑着面对生活 孩子太小以后的治疗费和生活费和上学 他们可能需要很大的一笔费 我不知道他们以后生活费和上学费和上学费和上学费 今天下午呢 长春市东环城路附近燃油机小区八号楼的居民 韩女士公布打来电话 说呢 自家单元内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目前呢 楼道里积水非常的严重 从五十一点十四就开始漏 就是发现上面淌水了 最后要滴到水了 然后我们到楼上一看是那块漏 韩女士说 漏水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她居住的一楼楼道内已经有很多积水 为了防止水流到屋内 一楼的住户只能用盆将积水运出去 而且这水就马上就流到屋里头了 现在我们如果要是不及时力去给它收的话 早就跑到屋里头了 在现场记者发现漏水的原因是 在三楼楼道内的自来水管道与水表连接处出现了漏点 此时正在大面积向外喷水 目前二楼的楼梯已经出现结冰的情况 居民上下楼非常不便 由于该小区比较年久 也没有物业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长春市水务集团 等待半小时后 记者并未见到工作人员 随后记者离开了现场 截至发稿前 记者接到了水务集团 负责维修工作人员的电话 守望都市新京富强报道 好了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宗茂 了解一下目前户外的天气和炉矿 早上好 宗茂 早上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气象主播宗茂 今天是12月13号农历的冬月初期 那今天长春的温度呢 相比于昨天来说是又冷了一点了 今天长春的温度是零下18度到零下8度 晴北风三级 现在长春室外的实时温度是零下13度 体感温度还是非常的冷啊 我现在一笑感觉牙都凉了 同时呢 现在长春室外 还是下着一点小小小小小的毛毛雪 不知道这场雪到底能不能下来啊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 说是全国都在下雪 所有的地方都在翘着二郎腿 看着我们长春 他们说呀 你干啥呢 还不下雪呢 可不咋的呀 我们都想盼望着早点下雪 能看到雪花落到地上 那今天我省的最低气温是零下21度 在白山市 同时呢 白山市预计有降雪的情况出现的 那近期呢 我省的气温又要有所回升了 不过呀 毕竟现在是冬天 无论回不回升 这冷空气呀 还是不可以轻视的 毕竟这冷空气还是很冷很冷的 关于这天然气作妖的事呀 我们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毕竟我们预寒的方法是千千万万 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那冬天呢 我们也要多吃一些 多吃一些熟食 少吃生的 不要吃生的 同时呢 也要多喝汤 多喝姜汤加上红糖是最好的 那在冬天呢 我们也要多运动 但是不要太剧烈 因为冬天我们的血液循环速度 要比夏天的时候缓慢一些 所以冬天在运动之前 一定要做准备的工作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工农大陆 今天是周四 早高峰的一旋时段呢 现在看起来还是稍有一些拥挤的 同时现在地面上啊 已经有一点薄薄的积雪了 所以呢 大家在 司机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必要行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 好的 辛苦了 宗茂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护肤部将叫 品质不妥协 我的态度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护肤部将叫 品质不妥协 我的态度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 多云 零下17到零下8度 白城 情 零下20到零下8度 松原 多云转情 零下19到零下10度 四平 情 零下17到零下9度 辽园 多云 零下17到零下11度 吉林 小雪准 多云 零下14到零下8度 通化 多云 零下15到零下8度 白山 小雪 零下18到零下9度 延吉 多云 零下14到零下7度 长春 多云 零下17到零下8度 零下30度严寒 格局了大多数病菌和虫害 洁净环境 纯净食材 自然香醇 黑土地 冷木场 黑卧木场 放新食品 源自黑龙奖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好的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组省内最新的即时资讯 近日呢 长春燃气开通了自助缴费业务 引进燃气自助缴费终端 支持燃气IC卡充值 那么从此呢 排队买气 停价买气将会成为历史 燃气IC卡持卡者呢 随时可以在长春燃气自助服务区办理充值缴费业务 昨天呢 记者在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长白山粉雪节呢 已日前在长白山起目了 即日起到明年4月底 长白山冰雪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长白山粉雪节开幕式 第三届中国冰雪旅游产业博览会系列活动 将会陆续的展开 记者近日呢 从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了解到 未来三年二道区呢将会新增4800个普惠性幼儿园学位 用以缓解该区入园难的问题 只要是在二道区内居住的适量儿童 都可以按照自愿原则 以先来后到的顺序获得普惠性幼儿园学位 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没有库级要求 2016年以来 吉林省法院坚决落实最高人民法院部署 努力探求基本解决执行难吉林路径取得明显成效 2016年1月份到2018年10月份 全省法院首次执行案件收案245,031件 结案224,351件 结案率达到91.55% 执行到位金额呢达到了834亿元 纳入失信名单的人呢是有12.04万例 限制高消费13.85万例 限制出境2262人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停电的消息 今天早上8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 停电范围呢是长城市长阳区南湖大陆22号 前进西街与南湖大陆交汇处同心热力 二次供水 中国移动路灯管理处 那么受此影响呢导致同心集团部分 供暖区域无法供热 那包括呢鲁徽八区鲁徽十一区 开封小学紫禁院小区二道市政 还有东湾半岛壁区省二十院学校等区域 那么受影响的供热面积呢达到了149.45万平方米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公告 长城市百姓三楼四楼皮草城羽绒服城房租到期水雕皮羽绒服紧急清货 地址呢是在长城市重庆路百姓协业三四楼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新闻和您共同来分享 售卖消防栓铝制枪头男子涉嫌盗窃罪被批捕 就是买的那些消防栓枪材是以受费兵的价格买的 大概价格是救援权一公斤 砖偷西远昏黄云影大道跨省作案被刑拘 你看这是比如电视盒子 嫌疑人的媳妇将到来的一个金耳环和一对耳钉就藏在这个盒子里 欢迎回来是网络视早间版中在直播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呢天津金南法院在执行当中呢遇到了一起拒止案件 这名老赖呢不还钱不说人呢还彻底失联了 于是呢一场三天三夜的跨越六省市的异地执行就此展开 这是金南法院受理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件 2015年刘某欠了何某29万余元却拒不支付 法院经过调查没有在被执行人刘某名下发现任何财产线 也联系不上刘某本人 没钱没房没财产还找不到人这该怎么执行呢 本院呢将被执行人纳入实行名单并限制其高效费 如果被执行人一旦使用身份证件坐高铁飞机或者进行其他高效费 我们都会及时的发现 但是即便是这样被执行人依然没有露面 唯一的突破点只剩下大海捞针找人这个笨办法了 根据线索金南法院成立了异地执行小组 前往广东省阳江市 在被执行人刘某经常活动的地点蹲点最终锁定目标 当时我们四个人到了现场蹲点摸牌 最终确认被执行人在工地打碰之类 执行小组细心打听了刘某每天的行踪 当他独自离开工地的时候强制将其代理 被执行人迫于司法的威慑力 当场向申请人表示给付五万元现金 后续的呢 同意每个月给付四万元 同时找了另外两名二万人进行担保 本案呢 至此暂时划上个圆满绝号 前两天 海南东方市的一所学校门口呢 一名中学生在半马线上被一辆车车撞倒在地 而司法室受伤学生呢 竟然是蒙着校服过的马路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在这个中学的校门口 一名学生已经躺在血泊中 旁边还有几个人才帮助这位学生止血 一旁停着一辆轿车 那么受伤的学生伤情如何 这起车祸又是怎么引起的 9号下午 接着也赶到了东方市民族中学校门口 附近一些居民向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况 据学校周边的居民介绍 这起车祸发生在7号上午11点左右 事发地点就位于中学校门口前的斑马线上 那么这起车祸是否真的如同附近的居民说的一样 是因为小车车速过快导致的呢 随后 接着来到了东方市交警大队 事故处理中队了解情况 如果这个小孩过马路的时候 他那个校服外套是盖着头上的 也没注意看 他们是三个人一起过的 有两个看到这辆车了就停下来了 然后他自己就没注意看 校服盖着头上有影响视线 然后这辆小车路过那里 路过那个很紧张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减速 就发生了这个事故 从斑马线上撞到那个旁边一侧了吗 还是说那个学生没有走斑马线 走斑马线被撞的 张文波告诉记者 被撞的学生姓赵 今年16岁 是东方市民族中学初三的一名学生 事发当天 这名学生是和他的两名同学 到马路对面买文具 在过斑马线时 赵某是将校服盖在头上的 就在穿越斑马线的过程中 一辆丰田轿车将赵某撞到 刑判介绍轿车司机是一名女性 海南人持有驾驶证多年 事故发生后 这名女司机也第一时间下车查看情况 并给孩子直写 同时拨打了120和110 他那个当时是那个现场拍的那个视频 是觉得挺严重的 但其实不是的 后面我们为了辟谣了之后 我们还行事到叫人 从医院里面拍的一段视频出来 也就是说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都蛮说得清楚 也就是说一时清醒 没有向他们吵得那么严重 我们今天才了解到他那个孩子 情况现在稳定了 手术的没错啊 情况很稳定啊 现在在海口 我开蒙肯总医院 好了 下面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国内最新的及时资讯 每年年初呢 各地将会进入一年一度的 省级第一方两会时间 那么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呢 至少已经有26个省份 确定了2019年 省级人代会的召开时间 多数省份的开会时间呢 集中在1月中下旬 近日北京市印发通知 明确在2020年年底前呢 建成覆盖北京全部常住人口的 个人诚信分工程 并且呢完善信息 黑名单制度 定期呢公示 黑名单企业和个人失信记录 目前呢 除了北京之外 还有20多个省份 出台个人信用评价标准 各地呢 已经印发的方案 都明确指出 诚信介绍的重点领域 和重点人群 公务员企业法定代表人 及相关的责任人 律师教师医师等职业人群 是大部分地区 关注的重点人群 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 全面通水昨天满四周年 累计调水222亿立方米 黄淮平原地下水快速下降 得到了遏制 那么在金金济玉鲁 40多个大中型城市 南水呢已经成为主力水源 黄淮平原地区直接受益人口 超过1亿人 接着往下看 今天呢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攻击日 1937年12月 新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和放下武器的士兵 惨遭杀害 给其后余生的幸存者 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痛 和苦难的记忆 81年岁月流逝 截止到2018年12月8号 南京清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 登记在册的在世人 幸存者已经不足百人 民政部中国残联 12号共同启动全国残疾人 两项补贴信息系统上线运行 那今后呢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信息呢 将会在全国联网 并且实现动态监测 提升精准发放标准 好了现在时间呢 是早上的7点26分 我们再次来连线气象主播宗茂 了解今天早关注的内容 你好宗茂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宗茂又见面了 俗话说鱼生火肉生痰 白菜豆腐保平安 这句话呀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有一点科学根据的 冬天呢天气寒冷干燥 容易生火 所以多吃一点白菜 是一定没毛病的 大白菜胃干性微寒 归肠胃精 经常吃可养胃生筋 润肺清凉 利尿通便 清热除烦 滋烟润燥 解毒养盐 它有实在是太多的功效了 除此之外呢 大白菜含有丰富的含水量 它的含水量高达95% 同时呢它也有非常丰富的粗纤维 是对我们预防暖气病 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那什么是暖气病呢 暖气病主要表现为鼻炎干燥 嘴唇干裂 皮肤干燥 起血搔痒等等等等的 虽然说白菜的好处有这么多 但是您别忘记 大白菜呀它有一点是性微寒的 所以呢 经常胃痛啊腹痛啊 还有以及经常腹泻的朋友 是不宜多吃的 甚至不能吃 那白菜在成为佳肴之前呢 切记一点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记得清洗 无论您看着白菜有多么的干净 也一定要清洗 清洗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切菜了 那切菜的时候啊 我告诉您一个小方法 小窍门 切菜要竖着切 有研究表明 先洗后竖着切 不但有利于保存水分 减少水溶性维生素的流失 这样切啊 更容易做熟 同时呢 并且保留更多的粗纤维 来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 好了 今天关于白菜 就给您介绍这么多 好了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 感谢宗茂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长春华山皮肤病医院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零下17到零下8度 白城请零下20到零下8度 松原多云转情零下19到零下10度 四平请零下17到零下9度 辽原多云零下17到零下11度 吉林小雪转多云零下14到零下8度 通化多云零下15到零下8度 白山小雪零下18到零下9度 延吉多云零下14到零下7度 长春多云零下17到零下8度 长春华山皮肤病医院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零下30度严寒 隔绝了大多数病菌和虫害 解禁环境 纯净食材 自然香醇 黑土地 冷木场 黑卧木场 放新食品 源自黑龙酱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专投新闻辉煌 园影大道 华省作案备刑局 你看 这是牛建制盒子 嫌疑人的媳妇将到来的一个金耳环和一对耳钉 就藏在这个盒子里 车程万达认购139平米门市 审核面积变成了150平 我就又把这个11平的面积也削了 结果削完之后 我一量我的面积盘就行 它是现房属 嗯 就不可能 如果倒是我根据测绘结果 它反正能够炸得很强 你们这个瓶件是二维的主体 空间三个 你瞎了一个美顾 欢迎回来 首要路是早天板正在直播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消防栓的作用 不用多说 建筑物呢一旦发生火灾 如果消防栓不能正常使用的话 这后果呢不堪设想 可是没想到 就是这么重要的消防设施 竟然被小偷给盯上了 5号巴南区花溪派出所接到辖区小区物业报警 称小区里的消防器材被人偷了 这都是三处嫌疑人 现在正在进入县城的小区 所有上都拿了两个袋子 现在两个袋子已经装完了 装的消防栓枪头 从偷到之后 从小区里面直接出来 嫌疑人很有想法 为了不被发现 每次偷到 都是选择三楼以上的消防栓枪头 它基本上是一楼二楼或者三楼 它那个低楼层里它不偷 它从三楼以上 它进行偷 然后箱内都是把那个 每个消防栓的那个门打开 打开之后把里面的那个枪头 因为那个枪头是绿活精彩之类 它可以当匪品买 得手之后 嫌疑人拿着两袋战利品 大摇大摆地走出小区 随后将脏物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它就是买的一些消防栓枪头 是以受废品的价格买的 大概价格是9元 9元钱1公斤 当时我们搜查出来 大概有154.8公斤 一共374个消防栓枪头 加115个消防栓的接口 犯罪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抓获 据介绍 嫌疑人偷盗的消防栓枪头和接口 市值在8000元左右 目前因涉嫌盗窃罪 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近日陕西咸阳警方也侦破了一起系列盗窃案 这两位嫌疑人选择下手的盗窃对象 同样非常的特别 他们专挑新婚的婚房 应该是三年多的时候丢的吧 刚好儿子不是两年都出去了吗 出去换婚杀 换婚杀之前他不是把钱和首饰就放到床上 我们收的钱就放到我那个凑点里边 总共丢了就是先进是个24000多 然后首饰价值是18000 有手桌 项链 钻戒 还有黄金戒子 门手都好了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事发小区进行侦查 就在这时又有一户人家报案 巧合的是两户被盗者在同一个单元 他们两家都是刚结婚不久 门上都张贴的起字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两个案子 应该是同一伙人所谓的 民警在勘察中发现 嫌疑人是利用开锁工具进行技术开锁 不留痕迹 而且作案时间很短 调取监控视频后 一男一女两名可疑人员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在我身旁桌上放的这些呢 那就是警方在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之后 所起货的二人在这些新婚夫妇家里 所盗窃来的这些现金 金银首饰等 而这几个呢就是他们用于 技术开锁的作案工具 同时呢我们发现了两个非常特别的小机器 那看起来像是老年机一样 但是实际上民警告诉我们呢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对讲机 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对讲机呢 进行望风 在发现有人的时候呢 就可以及时通知自己的同伙逃离现场 而通过这样的设备的使用的警方判断 两名犯罪嫌疑人一定不是第一次作案 经过信息的进一步比对 发现这两名嫌疑人都是前科人员 而且就是入市盗窃的前科 你和这个王某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网上 你们主要的时候是如何方向的 他在留下有方法 你是怎么进去的 警察 嫌疑人刘某和王某都是贵州人情侣关系 因为在缓刑观察期 二人自驾跨省来到咸阳 因判断新婚夫妇家有大量贵重金银首饰 所以专门针对贴喜字的婚房下手 实施道歉 目前二人已被未成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好了下面打开新闻地图 看看世界各地都有哪些新鲜的资讯 一起塑兰天下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为了进一步引进外国劳动力 日本政府将在中国等八个国家 举行日语考试 作为外国人取得新的在留资格 特定技能一号的必要条件 俄罗斯秋名国立大学12月10号 发布消息说 该校一学生团队日前都推出了一款应用程序 以帮助没有时间的宠物主人遛狗 那据悉呢 该应用程序呢 可以在主人受伤生病忙于工作 日常犯懒不愿意早起而无法遛狗的情况下 向它提供带遛狗服务 近日德国的一个小镇出现了一条巧克力街道 因为当地的一家甜品工厂的巧克力汁呢 储存罐啊 因为故障而发生了炸裂 随后呢 储存罐当中的巧克力汁呢 就从工厂里面渗出 并且呢流到了附近的街道上 之后呢 逐渐硬化 这才出现了巧克力公路的情况 澳大利亚的一项新的移民协议 将允许拥有基本农场管理经验 或招待技能的外国人 持工作签证永久移民澳大利亚 即使呢这些人英语说的并不流利 那么根据为期五年的指定地区移民协定 有资格移居澳大利亚的移民工人的技能 语言和收入标准的将会降低 只要这些移民承诺在该地区居住至少三年 他们也将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 新西兰一大学的研究团队 对24部007电影研究之后得出结论 詹姆斯邦德他有严重的酗酒行为 而且呢患有慢性的酒精使用障碍 研究发现在24部电影当中呢 邦德共饮酒109次 平均每部007电影饮酒4.5次 摄入酒精量呢已经达到了致命的程度 那么研究人员称呢 如果邦德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特工 他早就应该寻求职业辅导了 包括军情六处的帮助 近日两名冰岛人的遗体 在喜马拉雅山脉被找到 而两人呢被证实正是30年前走失的登山者 那么根据判断呢 他们是在坠入冰川底部裂缝之后身亡的 那么就在上个月两个人的遗体呢 被一名美国登山者找到 他们的亲属呢也赶往尼泊尔 好的咱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首帮主席 早今晚正在直播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2015年长城市民任女士 在车程万达呢认购了一套门市房 签正式合同的时候面积呢是150平 可当任女士看到实际房屋的时候 却发现这实际房屋的面积 比合同上标注的少了11平 任女士呢就想知道 这11平是怎么少的呢 任女士告诉记者 在2015年她在车程万达 认购了一套门市房 并签订了一份认购协议书 当时认购书上写的建筑面积是139.41平 等到今年欠正式合同时 面积却增加了11平方米 前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候 她告诉我当时的面积是不准的 说又增加了11平 我一想面积大就大得也可以 我就又把这个11平的面积也交了 结果交完之后 我一量我的面积还是这些 和我第一版看的139平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就自己到产权处 去调出来这个测绘报告 任女士说当她看见房产局备案图纸时 才发现备案图纸和实际建筑并不一致 测绘报告上她画出了我的150平都在哪儿 结果我看了之后 测绘报告和这个实体房的区别就在于这堵墙 正常产权处的测绘报告那个墙是在那儿 所以她如果把墙系在那儿我就150 当时我买第一个139平的时候 她的墙是建在这儿的 等到我后来补了11平变成150平的时候 她的墙就应该放在那个位置了 对 她是把这个楼梯下面的投影面积我买了 但现在事实就是我面积买了 她的墙在这儿还不给我动 记者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看到 房屋面积为150.96平方米 但任女士表示在合同复图中 面积仍为139.41平方米 但是在房产局房屋面积计算出中可以看到 一楼楼梯间的位置是划分给任女士家的 随后为了了解情况 接着陪同任女士找到了车程万达销售政经理 在我整个那销售的过程当中 交付给您的东西和这个合同上所有的负责东西 也都是一致的 你合同后面府的这个户型图 和备案的这个测试报告里这个图 它是不相符的 那个里面积是150平 但是咱们给我这个后面府的这个户型图 130多平 您现在对这个测试的结果有质疑 测试的结果它不是万达来测的 是房管局它是有审核的 就是您提供那个图纸是139平 然后那个它在复核测完之后是150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它在实测的时候复核的时候 就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既然面积发生变化了 为什么墙体没有发生变化 你想要的是说的 你面积发生变化了 那我觉得这块应该是有 那不是你觉得 也不是我觉得 是有第三方的审查机构在那的 你不找审查机构 你不断的过来找我 你说我能给你钱吗 我去找了他 他才告诉我开发商的事 让他把墙给挪过去 他是现方实测 我不可能本末倒是 我根据测绘结果来盖房子 那时候给炸了房间盖 明明是花了150平的钱 得到的呢 却是139平的房屋 这怎么都说不通 那为了进一步 合适情况 记者陪同任女士 找到了长春市房产档案馆 测绘管理科的工作人员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陪同任女士 一起找到了长春市房产档案馆 测绘管理科的工作人员 在你实际现场教皇 二层结果是没有楼梯 是 就这个空间是没有楼梯 但为什么你给了 因为国家规定 那个楼梯间是按自然层的面 所以说在二层上 是给了你一个 二层楼梯上方空间 投影的一个面积 一层到二层楼梯的水平投影 投影在一层前的面积 那就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平面 在这个二维 它只能是一个 投影的面积来计算 所以说在二层空间 这个楼梯间上位 就是这个投影 投在你一层的时候 那么你一层和二层 这个楼梯空间 它是一样大的 我说的只是面积 你这个平面是二维的空间 面积只是二维 空间是三维 你加了一个维度 我就是想知道 是不是谁塌了 谁使用 不 我们测维管理科吧 就是可以约来开发 你可以约来开发企业 和那次公司 给你解成面具 至于说你这个使用 全属的问题 随后 针对测绘管理科 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 任女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她给我的解释 就是还是这个 关于这个测绘面积的问题 楼梯双层测绘面积 这个我是没有意义的 我现在争议的就是 她既然面积算给我了 使用权是不是应该给我 但是她这边是 关于这个问题 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复 任女士表示 近期会约开发商 和开发商委托的 第三方测绘公司 一起到测绘管理科 解决此事 首昂都市报道 接着往下看 年初以来呢 有一个以传销 所谓的欧雷亚产品为名 发展下线的传销团伙 一直在我省榆树市 进行违法活动 11月30号 榆树市公安局 出动了200多名干警 一举摧毁该团伙的15处窝点 抓获传销人员89名 2018年入下以来 余树市公安局 承交派出所 陆续接到一些传销人员的求助电话 民警加大了辖区的走访力度 2018年10月28日 派出所民警在余树市保健院 家属楼走访时 发现了状况 在一个六楼 刚开始敲门 他们迟迟不给开门 开开门之后 我们一看屋里吧 非常凌乱 搭了地铺 根据屋里的情况 民警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传销窝点 为了不打草惊蛇 民警当时不动声色 但开始对传销人员进行跟踪 发现相似的传销窝点 在余树市有十多个 11月30日 全局共动用了216名警力 凌晨30集体行动 在搜查的过程中 民警在屋内发现了大量现金 以及涉案物品 经调查 该传销团伙 名义上是以销售所谓的欧莱雅 产品为名 发展下限 但在搜查的过程中 民警没有发现所谓的欧莱雅 她的经验方式就是拉银头费 一点没有实质的产品 该传销团伙在余树的代理商 是一名姓卢的女子 在当晚的行动中 民警在卢猛的赞助处将其抓获 在打击行动中 民警共控制传销人员89名 缴获现金7万余元 民警在对嫌疑人的审讯过程当中了解到 整个传销团伙共分为五个层级进行管理 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对参与者进行洗脑 让他们编造谎言不断的拉亲朋好友入伙 非法牟利 在对嫌疑人的审讯过程中 民警发现传销团伙不在余树当地发展下线 参与者多是外地人 参与传销的多数是以年轻人为主 涉事不沉 怀怀着发财梦 容易上当受骗 进入传销团伙后 参与者首先要交3360元入伙费 之后就住在传销窝点进行所谓的学习 传销人员不允许外出 经过洗脑后 他们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打电话 说有发财的机会年薪百万 拉其加入传销团伙 整个组织分为代理商代理员中组长 小组长等五个层级 发展到12人的时候就禁为小组长 发展到80人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中组长 这个中组织组长就可以作为寝市长 寝市长也就是单独传销窝点的负责人 当发展490名下线后 寝市长可以晋级为推广商 该传销团伙没有实际的传销产品 获利方式就是人传人 所谓的年薪百万就是骗局 危害那是很大的 因为它不仅获得了一个人 往往也获得了一个家庭 你像大学生最好的年华的时候 放弃了学业 参加了传销组织 有的父母来劝 拉都拉不回 特地被洗脑 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 目前榆树市内的15个传销窝点 已被彻底清除 已有72名传销人员被教育遣返 17名传销骨干成员已被刑事拘留 守望都市新冲兴南榆树市报道 一栋光宽带一万家庭都有信赖 欢迎回来守望都市早见版正在直播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公告 长春百姓三楼四楼皮草城 羽绒浮城房租到期 水雕皮衣羽绒服紧急清货 地址是在长春市重庆路 百姓斜叶三四楼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890 8900部分热线的返汇情况 长春市民郑女士反映说 祥运街和阳光路交汇 祥运街往西走50米处 马路上返脏水 已经流出100多米远了 结冰的冰层厚度大概是30厘米 已经形成了大坑 公交车开过去都非常的吃力 这小车根本是走不动 十分的影响交通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维修 那么长春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 已经回复了 说此情况已经知道了 这两天一直在关注此路段的返水问题 昨天也找过自来水公司 初步查到的返水原因 是之前拆三小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问题 把返水位置给处理了 漏水情况已经没有 之前那么严重了 虽然现在还是轻微的漏水 但是会持续的关注 把问题彻底的解决 那么至于路面接兵的这件事情 会联系负责该区域的街道 还位进行除兵 那问题也会得到很快的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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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